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這些星期五 那各位今天來參加這場這些星期五的夥伴 大家晚安 我是 欸,跳跳了 我是孫酉蓮 我是台灣健安民進行動協會的理事長 那當然我另外一個頭銜是台灣的目標協會秘書長 那其實大家今天非常幸運 因為今天我到現場我看到了 一瓶三週年我才知道說 今天是哲學星期五的五週年 一期五週年 那這段哲學星期五在各地都有 那這樣的一個平台 事實上是提供給大家很多一些新的資訊 那這段哲學星期五 進行的方式也蠻有趣的 也就是 當然在一開始以前 一開始以前 待會會讓大家先一個間段的自我介紹 你可以 大家把 聽說自己的名字 你念什麼 或者說 你為什麼會外星人議題 為什麼今天會來 你是 新知 還是 還是 舊女 都可以講 那今天 其實這一場 我們跟台灣健康的人權行動 學會跟哲學星期五 這是系列的 上一次是講健康的人權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今天比較包括在 經濟危機以健康 以自殺為例 以自殺為例 那今天 這是 健康的人權行動 講座的第二場 第二場 那其實以這樣的一個主題 作為開發 作為跟大家聊的一個主題 其實 也許 我們想到說自殺可能是個人的一些因素 但是其實自殺它跟健康之間 誰會選擇用這樣的方式來 終結自己的生命 那我覺得今天 我們邀請到兩位 兩位 朋友 來這邊跟大家聊這個議題 那我先介紹第一位 張蘇生老師 那張蘇生老師 他是開發 剛成立的所 叫做健康行為 社系科學研究所 那 張老師他其實 對自殺的研究 非常非常透震 我去那張蘇生掌他的時候 他就給我秀出一個 台灣自殺地圖 譬如說 喝農藥的 或者是說 那個 燒炭的 他是怎麼分布 那 那他們跟 台灣的一些資源 有分配 或其他的 其他的 可能決定的因素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待會我們相信 他老師會有很多 很多精彩的一些 他研究的一些發現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他過去 他 他搭任過去 陳柯醫師 然後在英國念書 玩以後 也在香港的 賽馬會 做自殺防治的工作 所以其實有很多 國外的一些經驗 可以分享 那 當然今天的主題 經濟危機與健康 我們 邀請到的另外一個 伙伴是我的同事 黃敬書 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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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書他其實 在這個議題 有非常非常多的了解 包括說 過去幾年來 我們再看 譬如說經過兩次 金融風暴 這個 這個 event 這個事情 它對於人的健康 它對於 譬如說 有經濟的因素 對於人的健康的影響 那 說實在的 說實在的 可能不是我唯一手聽 也許 這也是一個唯一 也是可以想的 兩次的金融風暴 都跟兩次的正常問題 宿命式的跨扣在一起 一次是發生在2001年 一次是發生在2009年 那 現在是 還真的不知道是怎麼所謂發生 那無論如何 今天的 這個內容 一定是精彩的一期 那我就先請 張淑珍老師 來跟大家 分享 討論 有關 經濟危機健康 這個議題 然後他的一些發現 那我們就 要掌聲來歡迎 張淑珍老師 謝謝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也邀請我到我們這個機會 跟這個 黃秀來這邊 討論這個議題 那 這個自殺議題 剛才聽大家的介紹 這個 的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理由 想像 跟理解 跟好奇 所以剛才那一張 那個 健康 經濟危機與健康 還有在上面很多字 大家 有人是覺得 對自殺 這個事情 更是有興趣 有些人是說 跟經濟民宿有興趣 有些人是說 跟健康的關係 那有些人呢 甚至說 跟哲學的關係 這樣子 那不知道有沒有人說 對這個星期五的自殺 的關係 有興趣 什麼 主題也有 也有關係 也有人做這個一個禮拜 裡面哪一天 沒有自殺的研究 所以每個人的想像是 非常不同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很有挑戰性的這個題目 那就是 好 那 簡單就是自我介紹一下說 我為什麼會 對這個題目 有興趣 這樣子 那 剛剛有提到說 我本身的背景是 那個 醫療 對 那 所以在這個精神科 訓練的時候呢 有跟病人 就是第一手 接觸的這個禁電 比如在急診處的時候呢 我們會跟 會到急診處去跟病人會談 如果有個病人 因為 吞藥啊 物質疙瘋或其他方式 被送到急診 那我們就跟科醫師呢 就要去跟病人 了解他自殺的想法 原因 那 當然就是說 有沒有在自殺的風險 這樣子 所以 以前就在工作上 有接觸 那後來 我們念了這個 一個流行病學研究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流行病學這件事情 他是用一種 他是一種 理解事情的一個方式 我想要知道 而且他不是看一個一個人 跟醫學的這個方式很不同 他是看一群的裡面 這個自殺率的變化等等 這個就會跟 我等一下要講的 這個內容還要有關係 那後來去英國 念書 那就是以自殺研究的提問 那一個醫院巧合到 香港大學 香港賽馬會製造好指 研究中心 去工作 這樣子 我這個名字很長 這個念快點 可能舌頭快 都會要養到 這樣子 而且很容易引起物件 像剛才介紹 就會以為說 我好像在賽馬會工作 這樣子 其實我不是這樣子 賽馬會只是一個捐檢的這個單位 捐給賽馬大學成立這個研究中心 這樣子 那這個名詞也蠻諷刺的 因為賽馬跟自殺 賽馬是賭國 賭國事實上是自殺一個危險因素 所以這個名聲也是自己在打負財 所以是蠻反諷的這樣子 那今年回來台大公衛學院 就是真的開始成為一個研究者 然後繼續對這個提問 希望有更多這個了解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討論這個自殺這個名詞 我會建議 這樣用這個名詞 那為什麼呢 因為自殺這件事情 跟精神疾病還有很多事情一樣 就是說我們有紀念的看法 有時候可能是刻板的看法 有些甚至呢 是一個比較負面的這個看法 我們都是覺得呢 會在使用這個名詞當中呢 去流露這樣的看法 所以 我鼓勵一種 在中性的方式 因為這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讓有自殺想法的人 能夠很自然的去求助 減少這個負面的客人的影響 所以 在用自殺的時候 我會說自殺或是自殺生亡 代表是一個行為的後果 然後一個人 他的意圖呢 是想要傷害自己 然後最後打死一個死亡的結果 我就會建議說是用自殺成功 這類的名詞 因為有自殺成功的話 那 如果存活下來 幸運存活下來 不就變成自殺失敗嗎 或是自殺不成功 但我們代有 價值判斷 我會建議說 盡量不去使用它 就是用 生亡 或是自殺這樣就好 那如果一個人沒有死亡 那存活下來的話 我們會說是自殺意圖或棄圖 那不建議說不睡或是未睡這類的名詞 大家覺得為什麼 對 我們睡是說睡其犯行 未睡犯 那 在英文裡面呢 有一個類似的字 叫做commit commit 是為什麼 那事實上呢 學者也是建議說 不要再使用這樣的名詞 因為commit這個字也是從犯罪來 commit a crime 所以 不建議這樣的名詞 那再來 自殺或自我 自傷或是自我 傷害這件事情的話 在香港常常會有人說 自我 這個事情 那好像是 也是一個負面的摧毀的一個說法 我們是不建議這樣使用 那 這邊第一個人 開始在考慮這個題目的時候呢 我想 先把一個事情 盡量的 複雜一點 這樣 有時候呢 我們使用很多事情都會簡單 帶回家 五分鐘就可以講完的時候 但是呢 在討論自殺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會希望大家 回去之後 至少你有帶著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想法 因為 自殺可能是一件很複雜的 多重原因的事情 這會 幫助 去瞭解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複雜的事情 因為 任何一個人類的這個行為 就好像你今天會坐在這邊 每個人的理由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來幫他哲學心去 慶生 有些人是帶著一瓶酒的來 這樣子 那有些人是不同的理由 刺殺這個行為也是一樣 每一個人的理由呢 都很可能不同 如果我們到時 到時一種很簡化的想法去思考到的話 我們就錯失了 了解他的一個機會 這樣子 我這邊舉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 一個 也得算是一個真實的案例 他是中醫院的政察院教授 在他這本書裡面所提到 他過去研究 做這個心理解剖的一個案例 因為要了解自殺的話 有一種方式 就是在一個人已經死亡的時候 我們盡可能從他的家人 親屬 朋友 或是病例裡面 去搜集各種資料 想要了解說 他自殺相關的處是什麼 如果有一隻 五十六歲的男性 他自殺 在他自殺的十天之前呢 他的配偶離開他 為什麼呢 因為他 他大太太 家人都很生氣而離開他 那怎麼會這件事情呢 再退回退三個月呢 他已經有憂鬱症的症狀 再回退一個禮拜呢 他當時被擠佈 失業 再往前推二十五年呢 他其實從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 有酒飲問題 當這個酒飲 越來越嚴重 一直到他工作的時候 有一天他終於被擠佈 擠佈一個禮拜之後呢 失去他重要的一個 生活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節奏 然後也是他一個重心 也是一個自尊的一個打擊 然後就產生了這個憂鬱症 在憂鬱症的情況下呢 容易造 能夠造怒啦 或是情緒呢 比較容易 起伏 然後以至於對這個 比如太太有暴力這個行為 那最後 太太離開他 十天之後 兒子帶回來看的時候 已經 已經上掉身亡 所以你說這一個人 他自殺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可以用標題殺人法說 一個人因為家暴自殺 還是一個人因為憂鬱自殺 還是一個人失業自傷 還是一個人酒飲自傷 這樣都沒有辦法讓我們去瞭解這個事情 是一個複雜 而且是一個動態演技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 我們就提供一個這樣比較複雜的一個模型 抱歉說 這看起來可能有點花兩萬這樣子 當然有人說他是醫學的背景 在醫學主流裡面呢 常常用這樣子一個比較簡化的方式 來理解自殺 一個人先是有精神疾病呢 承認自殺想法 甚至做這件事情之後 真的自殺生活 但在這個後面呢 還有這麼多的因素在影響 比如說 甚至早年的一些經驗啊 成年的一些危險因子啊 促成的這個因素 或是有些觸發因素啦 有些保護的這個因素 最後一個人真的這個 做這個自殺之後 不一定就導致一個生活的結局 因為跟他選擇的方法有關 跟他想要 傾向哪種方法有關 如果一個人試圖用 上吊的方式 生活的話 那他危險性是很高 跟一個人如果是 吞服藥物的話 那死亡率相差很大 雖然兩個人的想法呢 可能都是要結束生命 但他結果 很不同 所以呢 這裏再次 總結了 剛才一個介紹 它不是一個單一 因素可以解釋 是一個複雜的介紹 所以這邊畫了一個冰山 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說 我們看到自殺這個行為之後呢 底下 可能埋藏了很多 複雜的因素跟行為 而且呢 是隨著時間引進的 第二個事情呢 是說 自殺這件事情呢 也是一個人群裡面 一個 情緒壓力的一個 冰山一角的顯現 怎麼說呢 因為每一個自殺死亡的背後呢 根據估計 大概有 二十到四十個人 企圖自殺 有一個人不信任自殺的身亡 那每一個企圖自殺的背後呢 都有兩百個人 想要自殺 所以一個自殺的背後呢 後面可能是 十乘以兩百 有兩千個人 有這樣自殺的想法 它代表是 人群裡面呢 有一群人 他們也許因為各種 複雜的因素呢 生活在一個 很辛苦的一個狀況 然後希望呢 用自殺這個方式 來 或許是 幫助他們 脫離這個痛苦 這個狀態 那今天 剛才有人提到 這個圖爾幹 他是一個社會學家 他寫了一本 很有名的書呢 叫做自殺的 他跟我們今天 要討論這個主題有關係 他曾經說過呢 在一個社會裡面 如果經濟狀況 突然改變的時候呢 就會長成一連串的這個反應 原本一個社會 他原本 如果是經濟在成長 或是經濟在下滑 但是一個突然的這個改變呢 會改變的人 對生活的這個預期 當他的預期呢 跟實際的狀況 呈現落差之後呢 圖爾幹認為 人就處於一個危機的狀態 如果沒有足夠的力量呢 去支持這一個人 將這個人整個 在社會的支持系統的情況下 整個人群的自殺 一定會極大 所以圖爾幹 這一個觀點呢 是 是跳脫說 把自殺的行為 當作一個單一的行為 而是看到有一個社會整體的力量 在促進整個自殺 整個人群裡面的自殺風險的增加或減少 那經濟危機或是經濟因素呢 就是整個社會所承受的一種風險 或是一種危險的這個因素 抱歉這個圖有點複雜 那 這是一個近年來一個 做了一個非常好的研究 它顯現了一個經濟危機 跟健康之間複雜的關係 因為在過去很多研究裡面呢 都認為 經濟危機跟健康的關係呢 各家說法不同 而且不同的這個健康的這個疾病呢 影響也不同 但是 這些研究可能都有些方法上的問題 那這個研究呢 採用一個比較嚴謹的方式 它得到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可信的一個結論 首先看 它用的資料呢 是歐洲26個國家 它看了一個很長的期間 大概30幾年 40年的這個時間 看每一年失業率的這個變動 跟這個國家整體死亡率的變動 而且是看不同的這個原因 很抱歉 這邊可能自看不太清楚 我會稍微解釋一下 要不然你看旁邊的中文字也可以 就是說 整體的這個死亡率啊 其實呢 跟一個失業率的這個變化 其實沒有強烈的這個觀念性 但是呢 看不同的原因呢 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如果你看的是智商 會發覺說這個 非老年的這個智商 每當失業率增加1%的時候呢 它的自殺率會增加大概0.8%左右 那謀殺死亡 因謀殺而死亡的這個 這個率呢 也會增加大概的這個情形 但是交通事故呢 反而會減少 因為在經濟不好的時候呢 交通的流量就變少了 經濟活動也減少了 那這個就業的這個減少 所以在路上的人變少呢 當然死於車禍也變少 所以這些因素呢 總統加總在一起呢 他這邊還有很多其他不同的病因 有心血管疾病啊 感染病啊等等 他們其實跟自己危機 沒有直接強烈這個關聯性 所以整個價錢呢 看起來比較不變 但是智商在這個地方呢 是不是就跳起來了 那他看起來 是在經濟危機情況底下 對健康的影響 一個相當顯著的一個類別 那這是我過去所做的呢 跟台灣有關的一個研究 其實台灣在過去 一個比較長的時間裡面呢 曾經經歷過幾個大的這個經濟危機 其中呢就是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 這邊比較年輕的朋友呢 可能對這件事情完全沒有什麼印象 但是在當時呢 其實亞洲有三個國家 其實是宣布破產 包括韓國 泰國 以及印尼 就好像今天的這個希臘 大家熟悉的希臘 或是這個什麼歐洲補助國一樣 整個國家的財政就破產了 要靠這個國際信用組織進去呢 把他fade out 就是說借錢給他 幫他紓困這樣子 當時呢 這個今天這個經濟表現還不錯的男孩 在當年這個時候呢 他甚至國家處於破產的這個狀態 我們可能都已經 這個記憶已經都已經很模糊這樣子 那我們就看這個亞洲這個經濟危機呢 對亞洲這些國家的這個自殺運的影響 上面這個藍色線呢 是男性的自殺運 下面這個線呢 是女性的這個自殺率 可以看到在日本、香港、女軍、韓國 這三個國家呢 其實在經濟危機也來的時候 他們自殺率都有顯著這個變化 大概男性增加40% 女性增加20%左右 有看到這個經濟危機 但是不太一樣的是說 南韓是本來就開始增加 但那一年突然增加 然後後來又回到原來的軌道 那香港呢就開始一路增加 那日本是在那一年的時候 突然整個抬高 而且維持高的這個水平 蠻多年的這個時間 那泰國資料也在不完整 但是也是可以看到 在經濟危機之後 至少在男性的自殺率呢 有增加這個情形 這樣子 但是在台灣跟新加坡呢 是沒有看到經濟危機的影響 比如說台灣的自殺率呢 在經濟危機來之前呢 其實就已經呈現一個增加的趨勢 在經濟危機來之後呢 這個趨勢連來繼續增加 沒有看到這個趨勢有改變 當時台灣跟新加坡呢 也是在經濟上面 受創比較少的這個國家 其實跟其他國家經濟情況比起來 台灣跟新加坡受營養程度比較小 所以這個可能跟一個國家 經濟受危機影響的程度有關 但是呢 台灣呢 以更長遠的資料來看 其實呢 經濟因素還是影響台灣自殺率 一個相當重要的危機 這是台灣過去 將近50年時間的這個自殺率的這個變化 上面這個藍色是男性的自殺率 下面這個紅色是女性的自殺率 可以看到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面呢 台灣的自殺率其實有相當大的這個變動 從最高到最低呢 可以相差可能將近四倍之多 雖然我們這幾年 會說這幾年呢 在90年代開始呢 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面 台灣自殺率逐年增高的這個情形 但是在更早年的這個六零年代的時候呢 六零年代初期的時候呢 事實上台灣的自殺率呢 曾經是一個相當的高點 綠色這一條線呢 就是失業率的變化 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其實失業率的變化 跟自殺率之間其實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在80年代這個失業率增加的時候 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石油危機 石油危機的時候 台灣的這個失業率呢 台灣以前的失業率其實相當低的水平 都在2%以下 在石油危機來的時候呢 超過2%這樣子 那個時候呢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的自殺呢 都有微幅的這個增加 但是在90年代初期 台灣的這個失業率跟自殺率 都達到最低點的一個情形之後呢 台灣的這個失業率呢 逐年這個上升 一直到2001年 2002年之後呢 大概達到一個高點 自殺率呢 也相對的逐年的這個增加 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一個分析呢 是發覺在這個期間裡面 台灣的年自殺率每增加1% 男性的 成年男性的自殺率大概增加8% 那女性跟女性的自殺率比較沒有關係 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說 失業率增加1% 男性的這個自殺 一年他會增加 大概200到300個 這樣子 那近期的這一段時間裡面呢 失業率跟自殺率 是同時間的增加 所以可以顯見 這個失業率跟自殺率在台灣呢 有相當大的這個關聯性 但是呢 在近年來的 他事實上 剛才如果有注意這個時候 在這個2001年 2002年之後呢 事實上失業率是下降 可是自殺率呢 還有一段時間 繼續增加 那個時候呢 是有其他因素的影響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辦法談這個細節 但簡單講 這段時間呢 跟一個新的自殺方法流行有關 就是燒炭自殺 燒炭自殺 是一個很獨特的一個自殺方式 在亞洲國家 包括台灣跟這個香港 那後來又擴散到其他國家 不過那是另外一個議題 所以可以顯見呢 影響一個台灣或是國家的一個自殺率的變動 經濟因素還有一個自殺方法的改變 可能都是重要的這個因素 那看最近期的這個全球這個金融危機 我們也做了一個分析 分析這個五十四個國家的這個 全世界五十四個國家的這個自殺率的這個變動 上面這一條藍色呢 是男性的這個自殺率 下面這個紅色呢 是母性的這個自殺率 這個綠色的線呢 是失業率的變化 可以看到在2008年 本來2008年之前呢 失業率是逐年的下降 但是在2009年呢 突然增加死 那那35到40 40%左右 顯示呢 那個金融危機的這個效應呢 是非常強烈的 這個大家如果還記憶遊戲的時候呢 包括從美國那個 開始的一些次貸風暴啊 然後迫及到 他們迫及到歐洲啊 等等這樣子 那全球呢 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呢 那個 那個 失業這樣子 那我們做一個分析呢 就發覺說 原本男性的這個自殺率呢 是在逐年的下降 但是在金融危機來之後呢 這個下降的趨勢呢 逆轉 男性的這個自殺率呢 大概增加三個%左右 換算成這個人數的話呢 在這五四個國家之間 全球 這五四個國家之間 人數 人數大概增加五千個人左右 那主要呢 是在男性 尤其是在北美國家 跟這個歐洲國家 但是呢 受影響的年紀的族群呢 不太一樣 那 那女性的自殺率呢 就跟金融危機呢 比較沒有關係 那 再次強調說 自殺人數增加呢 只是陰山一角 代表呢 是在這些國家 受到經濟衝擊的影響之下 整個人群的精神健康 受到相當大的影響 那剛才提到這個自殺地圖 這件事情 那這邊呢 一個圖呢 就是顯示 台灣各地區自殺率的高低幾乎的變化 紅色的部分呢 是高於全國的平均 藍色的部分呢 是低於全國的平均 大家如果閉上眼睛 你先想想 你先回憶一下 用你的直覺 你覺得在台灣自殺率高的地方 是什麼地方 是都市高呢 還是鄉村高 有些人說鄉村 有些人說都市 如果都市高的人 你覺得為什麼都市比較高 生活壓力比較大 因為你住在台北市 覺得台北市生活壓力很大 但是這個圖告訴我們 是完全顛倒的一個情況 這個比較農村的這個地區 比較這個山地的這個地區 比較偏向的地區呢 自殺率呢 高於都市地區 四個大的都市 這個白色的部分呢 是接近全國的平均 四大都市的自殺率呢 其實都是接近全台的平均 沒有這麼高 台北市呢 更是比這個全國平均要低 但是天洞中還有天洞 這個 這個 這個大安以及這個 這個 這個信義嘛 我們現在也不太確定 自殺率是全台灣這個 最低的地區之一 所以我們也去分析了說 這個自殺率這個差異 地區差異呢 跟什麼因素有關 我們整理了每一個鄉鎮的各種特色 包括他 比如說這個 離婚的人的比例啊 單身的人的比例啊 原住民比例啊 等等等等 結果我們發覺有三個因素呢 跟這個自殺率有高的 有強烈的這個關係 一個是呢 第一的這個家戶平均所得 當一個鄉鎮市區的家戶平均所得 越低的話 自殺率就越高 那第一個的濃密度 顯見說在一些比較偏向的地區 自殺率越高 那如果 單親家庭的這個比例越高的話呢 他這個地方的自殺率也越高 所以顯示說這個 經濟因素跟社會因素的影響 是 蠻有關聯性的 如果有那麼多問題呢 後面可以再討論一下 所以從這個地理的這個分析也可以看到 然後在台灣呢 這個自殺率呢 跟這個經濟因素呢 有強烈的關聯性 那再拿香港做個例子 因為過去三年 我是在這個香港工作 我們也做了香港的這個 自殺率的這個地理分析 大家如果去過香港的話呢 可以看 大家可以這個 抱歉這個比較 因為我們做很小區域的這個分析 所以是不是看著這個圖 比較凌亂一點 這個地方是香港島 然後這邊對岸是九雯半島 那其他地方就是所謂的新界 如果大家去香港的話 飛機一定會在這邊降落 這個是一個填排出來的一個 香港赤辣槍這個機場 然後你會 如果你坐捷運的話 會啵啵啵啵啵 就帶你到這個中環上 這樣子 帶你到一個全香港自殺率最低的這個區域 對 所以這個 那香港自殺率是在哪裡呢 這個是在九龍半島 這個是在 住在香港的朋友應該很熟悉 這是九龍 然後這邊就是深水富 這邊是黃大千 那還有關塘也是一個高自殺率的地區 這個住在香港 你都知道這些地方呢 都是比較 生活比較辛苦 比較平穩的這個地區 那 這個是 不同地區的 如果你去香港的話 這是太平山 看下去 這個繁華的這個都市景象 對應的就是一個低自殺率的地區 如果你去到深水鋪的話 這個 擁擠的這個 街道的形象 地下道 裡面呢 有這個五家可貴的這個人 那他們就住在一個高自殺率的地區 所以如果我們再把這個香港不同地區呢 分成五等份 那最 跟這個最有錢的這個地區比起來 這個最貧困的地區呢 自殺率呢 是它的2.5倍左右 2.3倍 那尤其呢 是在男性 這邊是男性 這邊是女性 在男性的部分呢 最窮的地方 跟最有錢的地方比起來 自殺率甚至要 超過3.5倍 自殺率 再次顯現說 這個社會經濟這個因素 跟自殺率 也是有強烈的這個相關 那經濟蕭 或是經濟因素 怎麼導致自殺呢 其實它的 關係 也沒那麼單純 它可能是透過很多 因為一個經濟危機來之後 剛才比較強調 失業這個因素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在發生 即使是有工作的人呢 他也可能會恐懼失去工作 然後呢 或是他的工作壓力 因為增加了 比如說如果是有財源 那剩下的人呢 他所負擔的工作呢 分量會增加 失業或是長期的失業呢 也會增加這個 造成問題 或是帶來債務的問題 破產或是財務困難 無法負擔房貸 房屋被銀房收完 或是存款的這個減少 都會導致債務問題 或是家人的關係緊張 最後再導致精神健康 或是酒精藥物濫毛這個問題 同時也會導致 污蔽跟隔離 當一個人失去工作的時候 也是失去一個重要的這個 社會支持的一個來源 這樣子 有些國家在經濟來的時候呢 甚至減少醫療 或是社會福利的這個預算 又讓這個情況 跟雪上加重 因為那些需要這些資源的人呢 他們可能就是 反而是精神健康最不好 自殺風險最高的一群 那他們受創反而最深 最後導致一個自殺的症状 那怎麼辦呢 政策呢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影響 比較新的一些研究呢 同樣是研究這個歐洲國家的資料 剛剛所提到的那個研究 他發覺呢 比較這些歐洲不同的這個國家 當他們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 也就是一些促進就業的 一些政策上面 多投資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減少失業率 對自殺率 對自殺的這個影響 每增加這麼多錢呢 就可以減少這樣子的效果 那尤其是在那些 這個對於這些 這個政策呢 這個投注比較高的這個國家 包括說一些 比較北歐的國家 那他們的失業率 對自殺率的影響 就顯著了這個減少 你不要吃說 這個政策的一個藉口呢 有可能會 可以減緩經濟危機的這個衝擊 拿兩個國家來做最大的 來做對比 一個是西班牙 一個是瑞典 這個藍色的這個線呢 應該是這個 自殺率 男性的自殺率 這個紅色的線呢 是失業率 在西班牙呢 這兩條線呢 非常關係非常國際 失業高 自殺率高 這個國家呢 也是相對上 在這個社會福利 或是這個 就業政 就業 促進就業政策上面 投注比較少的國家 那瑞典呢 在這個 90年代自己 曾經經經歷非常嚴重的 這個經濟危機 失業率可能到達10 然後將近 我記得上將近10左右 這樣子 但是他的這個自殺率呢 卻是逐點 怎麼下降 在這個國家裡面 就沒有看到這個經濟危機 對自殺的這個影響 所以這邊呢 是整理了 經濟危機以下呢 預防自殺的可能性策略 包括促進就業的方案 足夠的失業津貼 財務疏困 增加心理知識 資訊服務 跟媒體合作 避免刻感化 將那個 經濟問題跟自殺 做過度單純的這個連結 因為我們剛剛也有看到 比如說 精神健康的因素 債務的因素 社會隔離因素 酒精濫用的因素 都會影響 那支援高風險的家庭 提供這個 直接跟這個 失業員接觸的 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增加他們回應 以及偵測 精神疾病的能力這樣子 那避免減少 對精神疾患的這個預算 然後控制酒驕等等 那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 台灣的這個就業 失業保險 或是就業保險制度 其實是在過去15年之間 才慢慢建構起來 在1958年 就有勞工的這個保險條例 但是呢 這個裡面有提到 失業保險 但是從來沒有立法實行過 一直到1998年 亞洲經濟危機之後呢 開始有這個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的 一個實施辦法 到了2003年 真的把它法治化 有這個就業保險法 那裡面的規定的 失業給付是說 如果一個人已經 投保一年以上 那它如果失業 是非自願性失業的話 可以領月投保薪資的60% 最長6個月 那在2009年 又一次修正 又把這個東西 又稍微放寬一點點 在某些條件之下 那可以看到這個是 申請起訴的建數 以及總金額 在2002年 剛才有提到說 當時台灣的經濟表現 又出現 真的有一次經濟危機 還有就是2009年 在這兩年的時候 這個申請失業給付的 這個建數跟格度 的確到達一個高峰 但是這樣的失業補助 是不是足夠呢 這個還值得在討論 因為平均這些 失業給付的水平 大概是一萬七千塊左右 那像接近最低的薪資 在那個年代的那樣子 但是呢 這個 一個人的這個 一個 一個一家人 如果要養三年 三 三 多人的話 以台灣省這個貧窮線 這個水準 其實養一家人 可能需要一個月照 大概三萬多塊錢 所以靠這個一萬七 要怎麼樣 我一家人的話 可能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那 最後呢 提供一個 比較最近的一個 剛才有提到這個媒體的 這個關係 就是說 剛才也有提到說 媒體避免 把自殺做一個刻板化的這個描述呢 可能也是遇到自殺的一個方法 那 這個是我們最近的一個 蘋果日報的一個投書 就是因應這個 那個時候有這個 楊宥穎的這個自殺 這樣子 所以我們提供一個 研究的一個結果 就是說 我們去分析這個Google搜尋 跟這個自殺的這個觀點器 發覺說 如果這個禮拜 搜尋 某些自殺自己 越多 下個禮拜 用這個方法自殺人 就越多 顯示說 可能有些人 在網路上去搜尋自殺方法 就是說 他們可能有這個 自殺的這個想法 那 如何呢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人 提供他一個 求助的一個體會 那可能就是 可以 提供一些幫助 所以 我們就 提供了這樣的資訊給Google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注意到 在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Google啟用一個新的功能 當你去搜尋 某些自殺關鍵字的時候 它會跳出 如果你現在在滑手機的話 你可以視頻開始 你用Google 然後你搜尋自殺的兩次 它會出現什麼 它會出現這裡 最先跳出來的是這個 神秘線的朋友 不知道你朋友 都會注意到這件事情 如果這個功能突出的話 麻煩你告訴我一下 我會反應給Google的概念 對 如果你在台灣的Google上面搜尋 你應該是OK的 所以這也是 在自殺方式裡面 可以享用各種不同的這個方式 這個雖然跟經驗組織 沒有台大關係 不過我作為一個自殺預防的一個例子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每年的9月10號 是一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推行一個活動 叫做世界自殺 防治在那一天 會有各種宣導的這個活動 提醒大家 自殺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 預防自殺 必須靠大家 對這個問題 提高認識 並且對於 這個需要求助的人 伸出援手 而且呢 是以同理文支持的 不要先爐為主的方式 今年的口號 是自殺方式伸出援手 拯救生命 好 所以我先報告到這邊 那 期待大家有些指教跟討論 謝謝 非常好的資料 其實 譬如說 以我的經驗來看 其實自殺沒有那麼遙遠 剛剛提到1997年的 報告的時候 我一位香港的朋友的哥哥 就是因為負資產的問題 我們叫負資產 你原本 用五百萬買了一個房子 結果 這個房價掉了一百萬 但給貸款四百萬 你把房子賣掉以後 你還欠一盆三百萬 那怎麼辦呢 就是要選擇 在自己買的高樓那邊跳下去 那 其實 包括說 像剛剛講到的 自殺 跟流行病學裡面的一些發現 我記得有一個 有一個研究是這樣子 他研究 附近用一個童心眼 然後 到底有多少的 這樣的一個 譬如說 跟優異症 還有跟自殺的關係 那也是一個 流行病學很重要的一個研究 那 當然 譬如說 台灣在做 政府說 要告訴大家 把教救台灣 趕快進土場 然後台灣就一飛沖天了 的時候 我們這種學 公共衛生的 我們就會用這些例子 來告訴大家 產業的發展 你的選擇 跟最後的這個社會結果 健康的結果 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包括 剛剛提到的 可能跟工作有關 你們猜猜看 因為工作而自殺 有沒有可能 因為職業而觸發自殺的 有沒有可能 有吧 對不對 你們猜猜看 到目前為止 因為自殺而被認定為職業病的 有幾件 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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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是 一件是 一個護理人員 壓力非常大 在中國某家醫院的護理人員 然後就取得自殺 另外一件是 在某個大廠 某個石化大廠的時常爆炸 然後呢 他的維修員 在一個高台上面 然後傳遞個簡訊 給自己的慰問器 以後 就往下跳下去 那一件後來被認定是 職業病 被認定是 自殺 事件 被認定是 自殺的這個 是跟職業有關 所以 只有兩件 也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因素 很多的因素 都是有待 未來我們 努力的去做一些政策的改變 去讓更多人了解這個議題 好 那接下來我就請 我的同事 工作行動研究室的洪慶書 來跟他講說 同樣進去危機變健康 那其實今天主機出 來公布我們的 我們的屏幕超級有縮小 有縮小 0.03 那 但無論如何 這個是這邊議題 是他所關注很久的 那我們就請 胡敬書 好 非常感謝 當然 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聽到一大堆 都是被 為了自殺 來吃 來的 好 因為 自殺 真的是專門在研究的專家 那我本身是比較 相對是比較研究是有關於貧窮的方向 所以 我今天也會談一點自殺 但那個自殺 主要是引用台北市自殺防治中心 這類台北市的一些小小的調查 不過我想我前面大概主力還是放在 素生氣來講自殺 那我都乾脆把它設定到 叫做哈殺 就是經濟 經濟危機之下 會不會造成是貧窮人 或是貧窮家庭提高自死的一個可能性 我想基本上我比較會是傾向從這個部分來看 那我就直接先揭入一個主題 我先大概簡單談一下 大家基本上都會看到 就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的經濟 經濟發展會帶動所有一切都好 我們一般社會大眾想像是這樣 包括經濟好 我們的教育就會跟著普及 我們經濟好 整個社會就會從來更和諧 只要經濟好 民眾的健康就會提升 那我們以台灣的狀況來講 台灣早期在整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候 確實我們的民眾的健康普遍提升 包括整個工位的系統整個拉上來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現在回頭再看 整個包括幾個已經是進入所謂的一個發展階段 已經開始停滯的一個狀況之下 當我們看到經濟進入低度成長的時候 事實上經濟對於健康的影響 它會產生一個解弱效果 就像我們剛才講說 經濟發展跟幸福感的互動 在一個低度成長 就經濟成長 邁入一個低度成長的時候 它也會淡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 絕地死亡因健康的主因 是在於財富的社會分配 而不是整體的財富 這兩個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那待會我會比較多去談這一塊 那基本上在許多的有關研究所謂平均差距 或者社會經濟不平均的狀況 都指出一個狀況 越平均整個社會 國家分配越平均的社會 它是越健康的社會 那個健康包括生理的健康 心理的健康 還有整個社會之間的共同性 那它也呈現說 人民的健康 水平的也會一月平等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是社會最底層到最高層 都會在一個平等 就是所謂的資源分配平等狀況下 大家都會聲明 那這一個是找出來的一個新聞 大家都覺得說 其實以現在目前台灣的狀況來講的話 台灣的經濟發展 基本上雖然說今天主機總書 公布我們今年度預計的經濟成長 大概只有一點多 可是事實上如果我們去看 台灣的經濟一年來幾乎都是成長 我們只有兩點是負成長 也就是說事實上台灣的經濟 一直是违逼成長的 可是在台灣經濟成長 我們社會還是常常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算是一直在推出健保 可是事實上台灣一再發生這種狀況 就是貧困 這是一個建設式 它是一個相對比較貧困的 它因為健保被鎖打 所以它不敢去揪陰 所以自己買成藥 然後不斷的開車 為了要賺錢 所以不斷開車產生的過勞 結果呢 直接在車裡面就吐穴王 車子停在路中 一十幾個小時才被發現 OK 那從這裡事實上 我們看到了一個現象 也就是說 台灣經濟發展 我們看到經濟發展的脈絡 一直都是往上 可是事實上 社會底層 社會底層 對於整個國家提供的醫療 或者是健康保護的 這樣的一個支援配置 是不是足夠的 是不是足夠 這個其實是 我們希望去做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如果是足夠的話 按理來講 這樣的狀況 不應該會發生 不應該會發生 好 那從這裡 我們必須回頭去看 我如果比較做 大家都說 我看起來就很像窮人 所以我本來就是做 很窮研究 好 那事實上我覺得 對一個窮困的家庭而言 什麼都不重要 所以健康是最重要 真的是健康最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 在貧困家庭裡面 真的 健康是它僅存的一向之本 我們一般來講就是說 一個家庫或一個個人 他的人生的發展 如果自己有非常強大的 人力資本的話 他其實 順向發展的機會非常高 那人力發展 人力資本裡面 包括健康和教育 和勞動能力 可是前面 後面這兩項 事實上的工程 都要建進在一個 健康的狀況之下 建進在狀況之下 那 通常來講 我們看到 因為你已經缺乏了 其他物質供給 還有生產性資產 所以呢 你唯一能夠轉化成為勞動力的 就是只能靠勞動力 才有辦法透過勞動力 去賺取生活的所得 對不對 可是呢 事實上呢 勞動力又來自於一個 健康的身體 你如果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的話 基本上你的勞動力攻擊 是會出現問題的 像我剛剛講的那樣的一個 計程車司機 我們看到的只是計程車司機 但是如果我們回去回頭去想 通常計程車司機 他可能對外一個家庭 這個計程車司機 為什麼要這樣貼貼的開車 他為了要養活自己的家人 所以當這個計程車司機 倒在路中間的時候 基本上不是只有他一個的死亡 而是整個家庭可能都會陷入到貧困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 健康是勞動力攻擊的基礎 所以健康對貧窮者是最重要的一個資產 那窮人對於家庭成員 失去健康的恐懼是超過一切 為什麼 因為只要任何一個家庭成員 失去健康 或者是陷入我們在講的長期疾病 或者失能狀況的時候 你家庭的成員 要花非常非常大的精力去照顧他 你反而會因為這樣 而上次更多的勞動力的一個轉換的可能性 為什麼 要你要撥一個勞動力去協助他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疾病的失能造成狀況給弱化的時候 每一個只要是品種家或水 是一個有生產業的家庭成員 就會顯著的削弱什麼 它因應社會啊 外界啊 或是景欺的充值的努力 然後經營的華相貧困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精神司機 如果它是家庭經濟的主要來源的話 大家可以想不知 這個收入是不是最終端 這個收入就真的最終端 它這個家庭基本上 它可能是依靠這樣每天開車後 好幾四個小時 這樣亂來的一個所得 就消失了 所以呢 華相貧窮是很厲害的 好 那事實上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當一個家庭有處於貧窮的狀況 越長的時候呢 基本上它落入貧窮 現成的機會越來越來 為什麼 因為呢 生活的風險 不會因為你窮 就不來找你 OK 你基本上整個家庭 家庭成員 如何的狀況成員 你在一個貧窮的狀況 非常非常久的時候 你只要家裡發生一件意外 失能的意外 疾病的意外 整個家庭就會往下掉 就會往下掉 所以當一個家庭在貧窮的時期 會進行越長 它會因為各種風險的落入貧窮 可能性就越高 就會越高 那這種意外呢 都對一個貧窮在裡面 都會是致力性的災難 致力性的災難 好 那這個表呢 基本上呢 是來自於 我們的那個 中低收入部的狀況調查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調查的事實是屬於 它的低收入部跟中低收入部 它的一個 家庭成員裡面認為 為什麼 你會落入所謂的一個 中低收入部 的一個成因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面 他們列舉出來 認為重要性的排序 第一個當然是所得低 因為錢不夠 所以你才會進入貧窮線 所得低 那第二個 收入部足 都是屬於收入 第三個是家庭沒有人 工作能力人口 也就是所得 第四個是 撫養的口重多來 就是次數增加 第五個呢 負擔家寄者久病不遇 這排列到第五 也就是說 因為負擔家寄者 一直都在生病的狀況 沒有辦法獲得所謂的所得 所以我們可以從前面看到 幾乎都是所得面的減少 所得面的減少 那再來呢 還有包括 負擔家寄者離婚 或分居 背負負債 然後負擔家寄者死亡 也就是主要經濟來源死亡 然後有工作能力者 也要照顧家族 那為什麼要照顧家族 那因為 要不然就是小孩子還小 要不然可能家裡有所謂的 需要照顧的人口 然後再來呢 因為家人傷病 花光積蓄 OK 其實 從這裡 我們又看到了 也就是所謂的一個 失去健康的一個狀況 會造成所謂的低收入戶 或中低收入戶的一個狀況 再來呢 做生意失敗 還有呢 有工作能力者 長期實驗 負擔家寄者 他出入獄或出走 等等這些 所以事實上 從這裡面 不管是哪一項 我們其實都可以連結到上面這三項 所得偏低 所得偏低的可能 它會跟貧窮 跟所謂的健康 會產生所謂共犯效應 怎麼樣共犯效應呢 我所得低 我就會陷入啤酒 當我陷入或者是我所得低 然後又遇到又健康 家庭成員出現健康問題的時候 基本上我又會因為這樣 而落後所謂的貧窮 所以這三者之間 如果從這個 中低收入戶的調查 可以發現有非常強烈的關聯性 非常強烈的關聯性 OK 好 從剛剛看 可以大概有一個訊號 剛剛在講 比如說 我有同事在做過勞的研究 有一本書也跟大家推薦 叫過勞之道 現在這個賣得還蠻熱的 大家有貢賣不夠一下 那基本上我認為 在台灣呢 貧窮跟健康呢 它會產生一個互相的恶旋循環 為什麼 我剛剛一直在講說 我的偏低對不對 大家想想 如果今天這個家庭 家庭好像覺得 入不敷出了 小孩子需要一大堆的開銷 或是要幹嘛的 支出就要增加的時候 那通常台灣 一般勞動家庭 最容易採取的狀況是什麼 我就想辦法再去兼職 要讓我就加班 有沒有 我透過兼職加班 我就提高我的工作 看起來我就可以提高收入 對不對 可是這種效果 它會同步的在動什麼 你的工時會提高 工作時間會提高 那工作時間提高呢 基本上呢 它會產生一個叫做風險 工時提高過勞 過勞就是一種風險 工時提高 比如說你因為出屋 或者是疲累 比如說開車的 你可能因為很累 你可能出車禍的可能性 也會提高 那你可能每天到處見差 一天可能要見三個地方 你到處騎摩托車 到處跑 那個交通時間 你有可能也會因為這樣的 所謂的意外的風險 所以當我們不斷的提高 工作跟工時的時候 我們也連帶的產生了什麼 變高了我們的風險 那當我們遇到風險的時候呢 又出現了所謂意外 相對的 我們的勞動力 其實就會減弱或消失 短期你可能是 我可能車禍沒有固責 我可能要修個三個月 我三個月就沒有收入 那這段時間 你的勞動力就消失了 長的就像我剛才講 自己的車司機 可能整個人就走 整個家庭就落入所謂的兵修 那以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當我們進到所謂的勞動檢驗的時候 我反而會發現 這樣的一個經濟所得 它消失了 我本來以為 我說我增加工作時間 我增加工作 我可以賺更多錢 可是當我遇到風險之後 我會發現 我錢在賺那邊錢 我都消失了 我甚至還會因為這樣 要支度更多的 所以導致我的所謂更弱 所以它就會產生 一個所謂的 這樣的惡性循環 惡性循環 那基本上 我們有時候在看一些貧窮家庭 有時候會覺得說 事實上 貧窮家庭它因一些 比如說疾病方式 它有它的思維 這可能不是我們一般 也許可能一般 家庭經濟狀況好 會覺得 有病就去看醫生嗎 有那麼難嗎 對不對 然後大家會覺得 跨力心靠比較困難 可是如果從一個貧窮家庭來講 它的思維可能不是這樣 它的思維會是怎樣 第一個 如果是初期的時候 大多數人不太會去直接去看醫生 譬如說感冒 他不看醫生 為什麼 就買成交持一行 為什麼 因為他會去計算說 我去看一次醫生 讓的總體的支出的費會多少 我的時間成本 我的課要費成本 我的交通成本 所以大多數如果在一個貧窮家裡面 很多都會出現就是說 我只要出現症狀 我就去買成交持一行 因為台灣成藥的市場非常非常大 光感冒藥就我所知道的 之前從今20... 好像2002年吧 還是2003年的話 台灣光感冒藥一年的市場 大概有1500萬 非常非常高 非常非常高 好 初期是成藥 後中期發現病越來越嚴重了 怎麼辦呢 這樣就說你趕快去就醫 趕快去就醫 這時候才會去就醫 但是通常就會出現問題 當你前面有出現症狀 你沒有去就醫 但當問題發生之後 你再去就醫 通常就為什麼 會發生來不及 會有這種現象 就會發生來不及了 你如果在初期就醫 經歷之下這些疾病 等到他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再去就醫 基本上才會看到就是屬於 醫生的藥物 必須要花非常長的時間去治療 藥物 就必須要用大手術去處理 常會有這種狀況 那再來就會發現後期沒辦法 當他發現 我如果要去就醫 第一個 我就醫時間如果那麼長 我的工作就沒了 我的所得就沒了 對不對 那整體他會去計算 到底這樣子的花費 到底外合沒合 所以我會發現很多 如果他發現說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他根本沒辦法就醫的時候 很多都會去 去什麼 開始去買草藥 OK 經濟什麼偏方 哪邊有偏方在哪邊買 我們用這種方式 所以我常常看到就是說 在相對貧困的家裡面 就會出現 他的自我健康管理 會是出現這樣的一個週期 這種週期很明顯 他是從經濟能力做考量 產生的一個結果 所以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說 在就醫跟後面這段時間 他是不是持續就醫的考量 很多都是什麼經濟 在他的所得 我的就醫時間會不會很長 會不會因為在那邊工作 或者是說 我整個就醫期 我要花費了醫療成本 這個發掛醫療成本 還有隱性支出 隱性支出發掛 可能 我必須要去交通費用 甚至說 這個醫生好像很不錯 但是很難掛掛 我要想辦法 對不對 透過什麼樣的關係 什麼樣的管道 能夠讓他醫治 他就會去衡量所有的支出 當他發現支出大於收入的時候 很多就會放棄 很多就會參與放棄的狀況 或者就會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計程車實際 其實也是一個狀況 他就是一直不去看 一直不去看 等到出事的時候 事實上都已經都來不及了 都已經都來不及了 那 基本上在很多的調查 包括研究所謂的社會的平等 平均度跟健康之間 你會發現就是說 事實上個人 在一個 因為如果在裡面 個人的設計體會 跟健康的程度 會產生所謂的社會梯度的關係 也就是說 你如果健康狀況相對好的人 相對好 你如果健康狀況相對好 在這個社會的那種階梯 我們可以講社會階梯裡面 你往高處走的可能性 會比較大 但是呢 反過來 健康狀況比較差的 在整個社會梯度裡面 你會一直往下掉 會一直往下掉 為什麼 就我剛才講的 因為你的健康狀況不佳 你根本就沒有能 有沒有辦法 去把自己的一個 勞動力 做一個完完整整的一個轉換 變成十一個所謂來源 所以就會產生 因為健康 你在社會裡面 是往上走 或是往下走 這樣的一個分離 那事實上呢 我們看到呢 健康不平等 其實不一定只是 因病而窮 或因窮而病 甚至說 或者只是說 我比較健康 或是別人比較不健康 或是跟其他個人健康 這個對比 那重點是在於說 你是不是有能力 有同樣的資格 去享受這些資源 去享受這些資源 比如說我們在講 台灣是像城鄉長距 大家都知道非常嚴重 在台北市我們其實還算滿幸福的 我們其實要看大醫院 大大小小醫院 在台北市一大歲 可是如果我們再看 東南 東部 天鄉 基本上那個醫療的資源 是非常缺乏的 可是不要忘了 台東門找的睡 跟台北人找的睡 所以基本上 你帶那個潤女睡 是這樣的 你的買賣到7月 你也是要超5%的一點睡 可是會因為資源分布的差異 就會產生 就會產生 所謂的一個你健康 會對你的健康 會產生非常非常莫大的影響 OK 所以其實從這裡面 大概可以有一個順序性 當一個國家收入的差距 也就是說 基本上 在講5-8%的履負差距 大概因為國家履負差距 越大的時候 它會擴大社會的競爭 窮人就會一直想要往上走 我想要賺更多的錢 那基本上 在上面的 為了要避免資源 因為其實資源有限 那已經取得資源 為了避免它的資源被分析 它會透過很多方式 譬如說 透過一些行事或政策性的排除 讓它的資源不至於會被分撞 所以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競爭 那這樣的競爭 其實會使得社會開始出現 等級的劃分 上流社會 底層社會 或是這樣 那隨著這樣的等級 越來階級越來越深野的時候 開始就會出現所謂的社會分化的現象 上流最永遠是上流的社會 然後底層 你的階級的流動 基本上就出現停滯 然後這個分化就會越來越流中 那當然如果我們的整個社會分化 產生的時候 事實上它會進一步再強化所得收入的差距 也就是有錢人它就會賺得更多 窮人會因為資源的缺乏 或是國家在資源配置上屬於弱勢 所以它的收入基本上會再進一步 擴大它的這種所謂的收入的差距 那最終我們在講 就會導致一個所謂的破裂的社會 破裂的社會 那這個表其實也是這兩天在網上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表 這是OECD 三四個會員國裡面 然後分兩個指標去做 那有一個上面這個指標呢 是它的所謂的均勵係數的分類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它公共 它花費在所謂失能者上的一個公共支出 公共支出 那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右下角這幾個國家 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北歐國家 北歐國家 包括芬蘭、丹麥、摩威這幾個國家 那這幾個國家在這裡是呈現的 因為我們可以想這彼此之間的一些東西 這幾個國家都是我們認為 所謂的所得分配較平均 社會平負差距較弱 沒有那麼大的一個國家 但這些國家相對 我們可以看到 它就會發現它整個國家資源配置裡面 對於所謂花費在失能者 所謂的失能者是疾病 身心障礙 或是因為工商之災 所以短暫失能的這些人 國家會有許多的政策配置上 會去協助他們 這一國家基本上 在這裡的資源就會提供非常多 那這個比例 它是用所謂的處理GDP 花在多少比例裡 跟GDP的一個比較 那左邊這一邊呢 這幾個國家 其實大概就是墨西哥 然後這個是我記得是南韓 這個是美國 這個是希臘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團統上也許可以看似圖 可以有這樣的分類 當一個國家 基本上它的貧富差距越小的時候 這個國家 它其實事實上是透過更多的公共 設計設或者是福利的支出 去提供給這些 我們在講比較弱勢者 讓它能夠墊高 在社會上的一個平均度 那所以從這裡面 當然中間這些國家 大概就是各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國家 叫以色列 以色列的那個所得差距 事實上蠻大的 跟台灣比 可能它距離係數也是0.36以上 但是以色列這個國家 我發現其實它蠻有趣的 它在這裡的配置呢 也就是說在公共的那個 失能者的支援的配置 投放呢 其實比你比較高 那我在想 會不會是有可能是 因為這個國家 常年跟這些 所謂的阿拉伯國家 常常有一些戰亂 所以它的一個 失能 因為失能 我們剛剛講的疾病 或者是身體障礙者 或者是這類的 所以它可能是因為這個部分 去提升有關軍人 或者是對這一些 受到那種戰火影響的民眾 提供更多的資源 提供更多的資源 那這樣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資源 可以是強化以色列人 對這個國家的一個相信力 通常化這樣的一個相信力 OK 好 那 這個表示事實上是今天才看到 歐巴才進來 台灣其實事實上大家都說 健保很重要 確實健保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台灣健保前段時間 一直出現所謂的健保破產 大家在講健保破產 後來開辦了所謂的補充寶貝之後 才相對穩定 可是我們從健保的資料看 事實上健保一直有個狀況 早期在大概是歷過100年前 事實上健保的欠費 只要你欠費 它基本上就是直接採取鎖卡 那鎖卡的問題是在說 當我健保鎖卡的話 我去看醫生我就必須要支費 我就必須要支費 那如果這樣年紀少長 大家都知道 其實健保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避免回到以前 那種看醫生 你要花費非常非常多的精神 甚至搞到家破人網的狀況 所以他才採取所謂這樣的一個 社會保險透過健保的方式 讓你對於醫療的花費支出 可以不用那麼大 那台灣早期各位猜猜看 台灣健保鎖卡曾經最高峰 是鎖了多少張卡 各位知道嗎 民國99年的時候鎖了66萬張卡 66萬張 OK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那這裡面有很多被鎖卡者 其實事實上都是經濟弱視者 所以也導致 我想各位去查一查 曾經有一個新聞 很有名的一個孕婦 因為她以為自己健保被鎖卡 因為她也是經濟弱視 她以為她健保被鎖卡 所以當她身體有狀況的時候 她就沒有去救 一直等一直等 後來人到最後出狀況了 結果好像是一絲三命 這個新聞非常大 大概是民國 大概也就是101年的時候 也就因為這個事情 開始引發了社會上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誠意 就是說 到底你的健保設計 到底是在幫助這些窮困者 還是在加礙這些窮困者 所以後來呢 整個壓力來之後 我們整個健保制度呢 開始有一些變革 她開始設計說 好你們這些謙卑者 基本上呢 我就先不讓你 我就先解卡 那你欠的呢 基本上還是欠的 那你再慢慢還 可能你是透過貸款的方式 或是透過貸付卡的方式 你就慢慢還 但是呢 基本上我讓你 有狀況可以去使用這張健保卡 可以避免我們在講的內容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 腳不起被欠貝 然後我去看醫生 或腳架很多錢 所以就不去看醫生那種狀況 但是我們發現 台灣現在目前 目前台灣現在目前 大概所卡還未知所卡 大概只剩下四萬多人 四萬多人 可是呢 我們剛才講欠費 其實欠費的就很高 85萬 也就是欠健保局的總額數有85萬 總共欠了193.78億 這個比例非常比較高 算非常高 但是呢 健保局一直講說 不欠費的不是每個都那麼窮嗎 有些人就是耍賴啊 不想找錢啊 有 有多少人 各位 這是他資料 欠費民眾差數有能力腳踏者 9.5萬 所以你把80萬 減掉9.5萬 所以相對來講 我們整個社會 還有這樣76萬人 是真的經濟能力弱 那你可能連健保 那腳不行 所以事實上 各位 從這裡可以去看到一個狀況 今天如果台灣還是持續維持 鎖卡的狀況之下 如果還是鎖卡的狀況之下 那今天在整個台灣 社會世界就會不斷的出現那種狀況 因為健保被鎖卡 所以不敢去就醫之後出現問題 這種新聞就會不斷不斷出現 但是後來採取了這樣的一個措施 就是先解卡 先讓你解卡 你欠的錢掛帳 慢慢再來講辦法注意 這樣的量才會真的是解下來 才會解下來 OK OK 手動 OK 好 那這個呢 事實上 因為講說今天主題 有素貞會去講自殺 那專業要交給他 那我就就我看到目前有序的一些報導 我找出來 那這個是那個網路上 我看一個叫日本.com 他在探討台灣 日本 他在探討日本的自殺的研究統計的時候 我看事實上 日本這個國家還蠻有趣的 他對自殺的原因的統計 比台灣非常害羞很多 比如說在這裡面呢 這裡面上面 這裡就有一個叫做健康問題 因為健康問題而自殺人 人數 事實上在日本裡面非常非常高 那我可以合理地猜測 這應該大部分可能都是老人很居多 老人很久病不遇 然後之後可能覺得不想拖累家人 那另外一塊呢 因為什麼經濟 他把經濟跟生活獨立出來 紅色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在日本自殺職業應該是排低 那第三個 他另外再把工作獨立出來 工作獨立出來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工作有可能 剛剛有人講的 你可能是因為壓力 工作壓力 不一定是因為工作的 所得不足的經濟而自殺 你可能是因為工作壓力 所產生的 所以日本在這裡面 寫一個非常清楚 畫完看 但是在台灣呢 台灣我看到的資料 事實上也是蠻粗糙的 我不能說粗糙 就可能是蘇人可能會比較有經驗 我看到的資料是台灣在分類上 事實上是很簡化的 這個是台北市 台北市自殺航市中線的資料 他去分析台北市自殺 企圖自殺者自殺原因的分析 98年1到100年 他大概就只有這幾點感情因素 健康跟物質濫用擺在一起 然後工作跟經濟綁在一起 再來就是生理疾病 然後跟校園學生問題 畢業問題 大概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台灣 我的感覺是官方 對於自殺者的這個成因 背後成因 他並沒有很強烈去做一個資料的分析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看中 這個人知道到底是因為經濟 經濟有可能是所得的問題 但是我發現 可是當他又把工作併在一起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去分析 進一步再去分析 到底是因為錢不夠 還是因為賺太多 不是賺太多 因為財務長據說 他年薪一千五百萬 但是呢 如果就我們剛才講的 他可能就會被歸類在這裡 可是很明顯 他今天不是因為經濟的因素 並不是因為經濟的因素 所以事實上 從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順便有講 其實自殺情因非常非常多 那如果是從心理上的話 大家的憂鬱、焦慮、失眠 都會引發自我傷害 都會引發自我傷害 可是呢 我們也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 失業、貧困、跟健康不佳 它其實會引發 憂鬱、焦慮、跟失眠 然後再進一步 有可能是因為這樣引發自我傷害 所以 我們確實是很難講 是說 失業直接 只要失業者都會自殺 不太可能 但是有可能 會因為他 因為上期失業 苦悶、經濟壓力 所以產生這樣 非常大的影響 好 那這個是也是 主義總 那個 治療防治中心的一個調查 他會 他有發現 死亡率跟失業率 之間有地緣關係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是因為 失業而產生 而自殺的話 他會有一個地緣 為什麼 你失業不會馬上自殺 因為他會覺得 你可能還有一些 要不然你還有一些 人家庭社會網絡的一些 之意 所以會幫助你 撐過一段時間 所以他會 看到一個所謂的 地緣性 但是他的研究調查 也還是認為 就是說 在不管是 壯年族、中年族 或老年族的話 死亡率 跟自殺率 是具有地緣關係 是具有這樣的一個 地緣關係 OK 好 好 那 最後 大家一張 這兩張我提一下 大家其實 最近在談希臘的問題 那希臘大家都在講 希臘如果在你搞成這樣 不省錢可不 怎麼可以不省錢 欠錢要買 一定要省 可是我們回頭去看 希臘現在目前遇到的狀況 大家其實都認為 他應該尊解 應該尊解 可是 有非常多的一個研究認為 尊解你要看是 什麼樣的尊解 好的尊解 也許有辦法 但是你尊解錯的方向 你可能讓一個國家陷入了 可能沒有辦法 回復的一個狀態 為什麼呢 基本上 很多人會認為是說 當你採取尊解的時候 你可能第一個想像 你就會去削弱 有關於社會安全的這些經費 好 但是社會安全 這樣很多都是屬於 貧窮者所依賴的來源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講的 醫療這一塊 很多對貧窮者來講 他就是要依靠國家的實施 否則的話 你今天讓他到市場 到市場裡面 去尋找醫藥支援的 這根本就不是他那個負擔的情 他根本沒辦法負擔的情 那你看到一個狀況 假如人格外部經濟的狀況 失業率變高 然後你的社會安全經費又被 又被減少的時候 基本上呢 你可能就會演變出一個 所謂的健康危機 那這時候呢 所謂國家又開始尊潔的時候 又把醫療倒向市場化 那就會加速所謂的健康不平等 為什麼 因為國家本來會補助你 健保 會透過健保補助你 但是那樣的一個補助效勢的時候 你去看病 你去幹嘛 提供享受醫療服務 基本上就是看你的經濟能力 看你的經濟能力 所以經濟能力越弱 你更不可能享受到好的醫療跟健康 那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一個貧困家庭 出現一個這樣的 一個所謂的疾病的問題的話 整個家庭其實上都會受影響 當一個國家有 非常多的養重比例的時候 整個國家基本上他的勞動力的攻擊 還有所謂的納稅人口 其實事實上都會受到衝擊 所以財政都會受影響 所以事實上呢 那個經濟學 諾貝爾經濟學者 Stiglitz他就講 市場的力量會影響分配不均 但是政府的政策 會去塑造那些市場的力量 那這裡其實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 在公會的可能有看到 知道一個叫做逆照步法則 逆照步法則就是什麼 因為醫療照顧的需求 非常難以為 而且藥價非常高 所以呢 只要你是商業保險 商業保險 你就會有獲利的期待 那獲利期待 你當然就會使用最健康的人 使用醫療資源的人來投保 這樣才能賺錢 反之呢 這些需要照顧 跟健康相對多的人 在商業保險裡面 是被拒保的 被拒保 所以他就會產生力照顧的 需要被照顧的人 反而被排除在製度之外 所以我們再看 如果答應國家尊潔 把醫療全面推向市場化之後 就會出現 你的照顧呢 是取決於經濟能力 你有經濟能力 恭喜你能夠獲得好的醫療功能 你沒有經濟能力呢 抱歉 就可能要靠自己 靠自己 所以呢 只要市場化呢 你的醫療照顧是取決經濟能力 逆照顧法則就會不斷地發生 所以我們其實事實上認為就是說 在一個國家裡面 除非我們真的能夠讓一個國家 維持非常好的健保 或者是醫療保健的一個制度 才可以讓避免一個限量 就是人民在不景氣的時候 你又不會失去一個最基本的醫療照顧 如果你在不景氣的時候 還能夠維持醫療照顧的保障 這樣呢 你就不會陷入兩難 什麼兩難呢 你到底是應該在龐大的開支 跟維持健康來勃勃看 你可以做一個選擇 那我想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先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OK 我們先敬書的分享 接下來我們剛剛有 今天敬書告訴我們很多 從不同的專頁 包括敬書剛剛講 後面的社會主義的那一塊 那我為什麼補充兩個資訊 第一個 事實上索卡是被宣告違憲的 大法婚第四百七十二號的私憲文 是勸告健保法裡面的索卡是違憲的 違反憲法對人民健康的保障 第二 但是現在的現行的健保法 第三十幾條裡面 還是有索卡的條款 所以剛剛他提到誰會被索卡 那索卡這群人 他的選擇會是什麼 事實上 金書曾經剪過一張紀錄片叫做貧窮的迷信 貧窮的迷信 如果有信的話可以到YouTube上面找 裡面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 就是說 你們知不知道一個事業勞工 剛剛蘇生有提到就業保險 對不對 一個事業勞工的保費 等於一個有薪水的人多少薪水的人的保費 你們知道嗎 五萬比八百 也就是說 你已經沒有工作了 你失業了 你沒有所得了 但是你要講的健保費 竟然是一個五萬比八百人要講的健保費 所以任徒簽 他本來處在一個 一個不要劣勢的狀態 更進入一個不對等 跟不平的狀態 所以制度本身 包括我長期待關係健保法的部分 我們也盡盡所能想要去改變 這樣的一個節目 我要補充一個小故事 我就讓大家來提問 在他的紀錄片裡面 有一個故事 我們就在講舉頭三十有什麼 神明 Google 舉頭三十有Google 就是有一個失業老公單親 兩個小孩弱勢 失業弱勢嘛 兩個小孩單親 整個弱勢嘛 對不對 他Google和我的電話 他電話給我 要跟我分享他的女性 因為他失業了沒有所得了 那怎麼辦 要看醫生 看診所要150塊的掛號費 掛號費加募分負擔 對不起 那450塊 要不要看醫生 他花了一個早上的時間 來做決定 因為那450塊 是他一家人一天的溫飽 OK 所以選擇看醫生還是吃飯 看醫生還是吃飯 他要花一個早上 理性的去決定 那當然 最後的結果 可能會導致 也許你不想看到的 最後那個結果 所以我想 我就舉這樣的一個小護士 來跟大家分享說 事實上多元的因素 跟我們所在乎的健康 還有健康的平等的問題 是我們辦一點串的活動 想要去跟大家一起來 交流跟討論的 好 接下來我們就開放給大家 來提問 剛剛大家有很多的問題 來 阿凱 右線 三個嗎 三個 好 三個提問 好 一個 還有呢 好 就 今天這三個 好 來 我先問一個問題 關於統計數字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的什麼很多的資料 都到2007 就是我找到2008到2014 這樣的統計數字 那個數字是不是可以找得到 因為有一次我去找關於自殺的 自殺率的問題 就是說 什麼是被死亡被判定自殺的 好像都找不到 一直都找不到 不知道俗生能不能告訴我說 我們現在判定那個自殺率 有時候還包含政府不願意把這些自殺的 真實的自殺死亡的 把它歸類於自殺 想把它變成是可能是因為其他的意外 死亡 所以我現在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判定的方式說 自殺它是以什麼樣的 就是 以什麼樣的方式來去認定自殺 因為它可能會被認定為意外傷害 另外就是統計數字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到2008 我想知道2008到現在自殺的過程 因為它也涉及到 剛好正常人體 可是正常人體一直到現在快結束的時候 我們就看不到那個數字 可是在之前是有這些數字的 還有我們在報紙上看到的燒炭的問題 當然如果經濟的問題是這麼嚴重的話 為什麼我們以前在2008年之前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的燒炭自殺 被大肆報導的時候 可是現在就發現 看到報導又下降 可是我們今天狀況其實那是不好的 然後我就想說 這裡面會有一些 會不會有政府試圖去掩蓋 自殺這個發生的事實 所以這是我的問題 很好 謝謝 好 我想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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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第二位講者他的那個 即時候 發生的問問問見 那裡面沒辦法放這樣 就是說 有個關於窮人 他的自己遇到疾病的時候 他的決策模式 一開始就會去嘗試成藥 直到發生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去決定就醫 那我會聯想到說 因為之前在柯P他的市政 他有提到說要發展家庭醫師的制度 其實相當於說是給 每個醫師 每個私立聯合醫院的醫師 他底下有負責一定的家庭 去當他的健康部門 我不知道說這種做法 至少有沒有說有效的去阻絕這一塊的氣勢發生 我想要問的是 張老師 您在香港工作了三年 因為我想我沒有住在那邊 我想要了解一下香港 基本上跟台灣的那個 自殺的 自殺率 或者是自殺的項目 或者是原因這樣 您可不可以再解釋一下 好 不然你就 就第一個就五個好不好 五個八位 可以記錄一下 來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問的 第一個是我想請問 我覺得 什麼樣的途徑才是解決平衡最好的方法 是突破公權力的接入 還是其他的方法呢 那另外一個問題是 在你這個BBT的第二頁上面有講到說 最高層 也可能會在社會 越來越平均的情況之下 會有受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其實科技跟機器 越來越發展之下 其實勞動力可能能夠帶來的收益 已經不是太多了 就是很多都是 無人機器的操作 他是這樣帶來的生產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高層還怎麼會 對於社會 平均發展這件事情 有一個關係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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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補充會也是一個老師 就是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鄉村跟都市 然後其實鄉村跟那個 那個超人口好像是比較高 但是因為我在想說 每個地區的生活超費的選順 是不太一樣的 那是不是 使用的那個補充的標準 應該還會不太一樣 那個圖表當初的界定 其實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會不會是有點問題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 因為台灣政策 就是他有提供說 像有名有一些醫療掛帳單 或者是 其實有福保這些福利 那真的可以 真的是因為貧窮 然後造成他這些自殺 這個脈絡的話 其實其實是比較淨品的人口 不是真的這些 在台灣最底層的這些人 對 好 我們就五個問題 我們就先請 主持人你用個答 那個slide可以 幫忙一下嗎 就是第一個先回答資料 因為剛好有 那個slide可以 就直接叫客市長 那第一個是說 2008年之後 有沒有自殺育有 就是 只要上那個 繼續往後 直接跳23 台灣有一個自殺房是中心 在他的官網上面 那去看他那個資料的部分 他最新的自殺育 我剛才才點 是到2013年 所以都是有的 那這邊剛好有一張slide 對 在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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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 繼續 就是這張 就是在台灣的 近期的自殺育 大概是在2006年的時候 是一個相對的高點 然後之後呢 是有稍微的下降 但是到最新的數據 是 大概是回到 可能 兩千年左右的水準 這樣子 相對於 這個 90年代初期的低點 還是偏高 這是最新的這個數據 那這一條水平線 是全球 這個在2012年的平均 所以我們大概是 比全球 2012年的平均 稍微高一點 這邊有兩條線 紅色線 是所謂的 出自殺育 這個綠色線 是所謂年齡標準化的 就是校正這個 年齡的這個面華 這樣子 所以如果跟事件組的話 我是看綠色的這個寫的 所以這個就是 2008年之後 是有這個 持續的這個下降 但是在金融危機的那一年 2008、2009 有稍微再 呃 停一下 然後之後就 六點下降 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說 資料可靠度的問題 那我們之前也有做了一個分析 就是 呃 我們這個官方的這個 自殺率的這個資料呢 是來自於 對不起 我準備了一些東西 今天不一定會用到 可是有些會用到 呃 官方的這個 自殺率的資料呢 是來自於我們的這個 死亡統計 這個就是我們的 每一個人 就是離開這個事件的時候 會有一個死亡證明書 那上面就會有死因 是勾病死或是意外 或是自殺或是踏殺的那樣子 那這個 只有定死是醫生去決定病 其他的這個意外 踏殺就是由 要檢察官去相驗結果 所以基本上 檢察官在相驗的時候呢 是有相當的這個可靠程度的 因為它是一個官方的文書 但是比較困難的是說 有些自殺呢 的確有一個錯誤分類到意外 甚至有一個叫做不祥的 就是有些自殺 你不太能夠確定 他是意外或是自殺的時候 我常舉個例子就是說 如果有個建築物 旁邊躺的一個屍體 如果是這個人是 在路股頂上看風 被風吹下來了 那就叫做意外 如果他是自己跳下的旋 就叫做自殺 如果他是被人推下來了 是叫他殺 所以就只有三個 這個可能性而已 那他殺的話 當然情況非常好 散開 而且檢察官一定會去追修 所以他不會放過 所以那是蠻可靠的 那比較困難的就是說 如果沒有人看到他 是自己跳還是被風吹下來 也沒有移書的話 有時候就會變成困難 就是叫做不行 那我們也做了一個專機 就發覺說 這個不祥呢 其實跟自殺的這個特色 還相近 那某些意外 尤其是農藥做我們意外 其實他也很可能是自殺 所以最下面這條線呢 就是自殺率 只看自殺 那上面這條虛線呢 就是我們把那些 不明的再把它加回來 那這個最上面這條線呢 就是我們把那些意外 會分類成意外 但是有可能自殺 再加回來 這三條線之間的趨勢呢 雖然這個整體的自殺率有差別 但這個整體的趨勢呢 其實是類似的 比如說在90年代初期呢 都是增加這樣子 可是增加的程度呢 稍有差別 所以我們認為 因為增值的情況 就是在這三條線之間 所以說 你把它放到最寬 或是放到最低 這個自殺率 雖然有低估的情況 那 以最近期的資料的話 我們 如果把那些可能自殺 再加回去的話 可能自殺人數會增加 一個10回升到15回升左右 但這個趨勢呢 並沒有太大的變 那 剛才關於自殺的問題 還有一個是 這個 香港 跟台灣的這個差異 這樣子 那 台灣跟 先講個人層次 台灣跟香港 都有做過所謂的自殺結果 研究 就是說 這個 在個人層次 這個自殺最有關的因素是 就是說收集了自殺人 申請的各種資料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 危險因素是非常相近的 最重要的幾個 重大的危險因素 一個就是 精神的疾病 畢竟這個 尤其是 憂鬱症 這還是一個 自殺非常大的 危險因素 但是 但是在 一個人精神疾病之前 可能還有其他生活的時間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說 自殺是一連串 點進這個過程 如果你只看 看最近的時間點的話 那 很多自殺在生前 在自殺的那一刻 或是之前 的確有 憂鬱的情緒 那種情況 這樣子 但他之前可能還有其他 一個因素 也許是失業 也許是各種社會的因素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把他片段的一個 只是說 只是切到說他是哪個因素 就忽略了這個事實在 所以精神疾病 然後這個 另外就是 他之前如果有自殺的意圖 也是一個很高的 風險的因素 另外 這個 香港的話 比如說 債務問題跟這個 失業 也是個人層次的這個 危險因素 還有就是一些 社會知識的狀況 就是說 離婚 這也是這個 自殺的這個危險因素 這些危險因素 在台灣跟香港 其實是類似的 跟全世界其他國家 一起的 其實也是類似的 那 如果是看自殺方法 或自殺率的話 當然會有些差異 如果是真的一一對比這個自殺率的話 香港跟台灣 現在要稍微低一點 但是自殺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因為香港是一個都市 所以他第一位自殺方法 其實是跳舞 因為有很多的人是住在高爾 所以大概有一半的人是跳舞 再來就是上吊 所以再來是燒看 那台灣最主要的自殺方法 就是上吊 燒看 然後再來就是跳舞 跟黃曜思想 那香港其實是沒有 因為他完全是個都市 那最後一個 地理差異的這個問題 剛才提到說 這個 我剛才提到這個分析 就是說 鄉鎮市區的這個自殺運行 那跟所得的關係 這個跟品酬線沒有關係 那個所得就是說 這個地區的家戶的 平均的所得 應該正確點是所得的專為數 那跟品酬沒有關係 所以沒有什麼分類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那剛剛有幾個問題 我就是市服務區 剛剛那邊要那個課題 我不曉得他家庭醫師的那個 建制是什麼建制 不過我如果從一個 我們從一個貧困者的角度想像 他第一個想到的一個是什麼 要不要花錢 也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家庭醫師 倒債服務 他的費用是什麼 我要支付多少費用 如果今天他會覺得 他如果任何這個費用支付 超過他的成本多了的話 我想事實上 他可能就會 對這樣的一個需求 上面就會加工 就這樣 那另外可能還要再去考量 事實上我們發現說 如果當一個 你知道社會點成家庭 需要大量的勞動的時候 他有多少時間去配偶 是家庭醫師配偶他的時間 還是他要去配偶家庭醫師的時間 OK 我想這個可能都會是 干預這樣的一個成效的一個 一個藝術 我想事實上可能 可以從這幾年 也許可以有一道多資料 可以再進入的一個探討 那另外有提到就是說 貧窮 OK 貧窮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事實上 我會反過來看 我會認為貧窮沒辦法解決 是因為人類只要有財富就有貧窮 一定是有人有 但是我們可以解決是什麼 貧窮 政策上可以解決叫做貧窮度 那我們看到的現在台灣的問題是 台灣的貧窮事實上是一直在耗化 那我們主技總Tracy在講 台灣的貧窮差距都非常低非常低 可是我跟各位講 我們政府一直在美化這樣的貧窮差距的數據 各樣貧窮 明顯的有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我們統計調查裡面 所謂的家庭收支調查裡面 基本上它的一個所得 劣跡所謂的資本利得 你想想看 劣跡資本利得的所得差距的倍數 這個意義是什麼 這有跟實質的反應 我們看實質看到的 公共大的差量非常大 所以我認為事實上 台灣現在進一步 基本上今天解決的是不具略問題 但我從剛剛的資料裡面 確實也看到 我舉個例子 你剛剛也問的就是說 有錢人為什麼 我都已經可以有這麼好的資友 我為什麼要去關心整個社會 是不是他在社會低度能夠 讓整個社會更好 更販配更均勻 讓我回到破例 他就會覺得 我現在已經這麼有錢 我一定破例那麼多 我回去去關鍵他 那我在想 這個可能是台灣有錢人的想法 可是如果我們放到 比如說像 我們每次都會舉北歐的例子 北歐也有有錢人 但是問題是 為什麼北歐 他會成為這樣高福利高稅收的國家 為什麼會成這樣 事實上我們看到 整個社會裡面的不均 他其實是會影響到 因為不均 所以我必須要更多人 依賴國家的資源的造型 那台灣的問題又出現在 當國家的資源 又因為稅資 又因為什麼樣 一些奇奇怪怪的政策影響 是我們財政收入不足的時候 我們對於所謂的資源的分配 或是社會福利的供給 是產生的非常非常大影響 甚至我可以講 我們規劃社會福利呢 是我有多少錢 我規劃他要做什麼 而不是你有需求他要做什麼 我想這樣 剛剛也有 點頭顱倒算 事實上台灣的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常常看到 台灣的社會福利都是有產補式 我們用產補式的概念去講 再加上我們台灣又有一個更詭異的是 我們僅少數的資源全部都轉為發現金 都去發現金了 然後發現金之後呢 你會發現說 每個月我好像領到兩千塊三千塊 對有些人覺得老價很多 可是問題是你想想看 你領到這些錢 夠你到所謂的市場化的市場的機制裡面 去購買你需要的服務嗎 遠遠不夠 遠遠不夠 可是問題是 當我們大量的發現金發出去之後呢 國家都沒有資源了 當然我們需要國家提供更多的服務 抱歉 國家說我沒有資源了 因為各社會發完 我舉個實際的例子 各位知道農委會 台灣農業發展 在台灣很多人都說 台灣農業是國家的帝國之分 台灣有農委會 農會一年的預算900多億 900多億 發到農今天就發到500多億 一半去了 然後再發什麼風債補助啊 什麼什麼 什麼工糧那些的 大概有扣掉其中的三個資源 所以我們去看農委會的預算裡面 有一個叫做農業科技發展 這個預算裡 各位差點有多少 一年只有十億 一年只有十億 那這個預算基本上是 當我們跟農業用科技跟科技之間做結論 所以可以想像 當我們的資源配置不公 會產生非常非常大的排體效應 非常非常大的排體效應 事實上 所以其實事實上 我覺得說 那事實上 在北歐的有錢人 他為什麼 會透過 願意透過稅制 他願意停留在一個高稅制的地區 去捐 去把他的所有的 所的捐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一切入去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我們可以看到 北歐我們如果去看 很多人會認同 北歐應該是這個社會 大概整個 全球大概幾個 區域性的國家裡面 相對來講 是穩定的 相對是穩定 他經濟摩执度是穩定 南歐 現在南歐一直在問題 一直不斷出現 可是呢 北歐 到現在問題並沒有 所以北歐其實基本上 他人物力度是這樣高 那事實上 我會覺得說 從一個人的角度 有錢的 他其實再有錢 我想他也不願意生活 在一個不穩定的環境裡面 包括經濟的不穩定 社會的不穩定 打措的不穩定 我想事實上 從這個角度 如果我們的婦人 願意用更寬寡的思路角 去思考的話 也許就會改變 我們對整個國家 的一個財源 或者是隨時的一個想像 OK OK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再允許幾個問題 請問 請問 還有沒有要提問 好 那我先提一個問題 請問 在座的人 可以回答 看看 因為這也是我的疑問嗎 因為 今年3月27號的時候 有一架飛機 在法國的中南部的時候 然後掉下來 然後呢 德國的副駕駛 就是 最後 這個法國的 應該是 法國的檢察官說 他就是有心理的疾病 然後有150個人 因為這件事情而上升了 那這件事情 在歐洲是一個非常震撼的事情 那我不曉得 像 張老師對自傷有這樣的研究的話 可不可以 就這樣的事件呢 稍微 就是說 說明 心理健康 比如說 據我們知道的 就是從報紙上面 看到的 就是說 醫生 並沒有把他的心理上面 健康的狀況 提出來給那個航空公司 就是德國的 那個 德國的航空公司 所以德國的航空公司 用他的時候 並不知道 他 只知道他有在吃那個 輕微的 抗憂鬱症 並不知道他的心理的問題 但是呢 之後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德國的那個公司呢 一直在說 他們是百分之一百的 經過非常 什麼樣的程序 才能夠用到這位 才能夠進這個行 就是說 聘用這些航空的機師 但是這樣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所以呢 當然是希望以後 不可能 不要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不曉得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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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聽說 有理想 我剛剛講說 他的很多社會體力是非常好的 他自查率也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這個是也會跟今天的主題其實還蠻相關 所以各位請兩位也可以來回應一下 謝謝 好 那不然我們就 還有沒有要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請兩位再做最後的回應 比較快那個北歐自查率 其實北歐我必要怎麼說八代北歐的國家 包括芬蘭、瑞典、挪威以及芬曼 他們這個幾個國家之間的自查率是差的很大的 挪威其實算是一個低自查率的國家 但一般你說的高自查率的國家 事實上是只芬蘭 而且是20年前的芬蘭 過去的20年之間芬蘭自查率是一直在下降的 所以這個 不過也凸顯說自查是一個多重因素的情況 沒有很難說有這個 這個單因素可以解釋 那種自查率的 自查率就變遷這樣子 不過並不是說北歐 都是高自查率的國家 並且挪威一直是一個低自查率的國家 那第二就是疾病的一個問題 那我並沒有特別去追蹤那一個新聞 但是的確是說 那一個架實就是 之前的事物就是有一些性能疾患的關係 但是這個我想簡單說就是說 他這個行為當然也是一個複雜的結論 那心理疾患呢 並不能成為一個唯一警示的因素 就是說心理疾患可能是他的一個處理 相關的因素但不是一個完全的因素 就好像我剛剛一開始所講的 就是自殺也是一個複雜因素的情況 那不能夠說幾次他說的事情 因為憂鬱症其實是一個相對常見的狀況 不是所有的憂鬱症的人都會自殺 也不是所有的憂鬱症的人都會殺人 但是這個反而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狀況 即使在憂鬱症的人群裡面 其實自殺在人群裡面是一個相對的常見 即使在憂鬱症的人裡面 這個情況比較常見 但是呢其實也是相對常見的樣子 那 所以不能夠直接歸於 待遇的這個因素 那但是要注意的是說 如果說把這個 個人的這個 如果說要預防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當然是從一個真理的一個人的行為 盡可能去瞭解一個人的行為和異常 在工作場合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想法 那這個不見得是憂鬱可以解釋的 那過度把這個事情的 單憂化來解釋 就是說憂鬱可以解釋 開飛機也可以解釋自殺 可以把它拿去解釋所有事情的時候 當然就是造成一種 過度簡化這個形象 而且呢也會讓憂鬱症的人 沒有辦法能夠 很有 得到 能夠主動的去求助 反而把這個情況就是 憂鬱化 就是說 會影響了這個憂鬱狀態的人 主動求助的這個意願 其實憂鬱在人群中是相對常見的 就是在做完這個房間裡面 可能就有相當部分的人 也許是你也許是我 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呢 總會有特別低落這個時候 那也許嚴重到符合憂鬱症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能夠把這個情況然後 因為這個情況是可以得到處理 是可以得到幫助 那 所以 能夠 能夠 主動的去求助一些 也能夠得到 足夠適當多的幫助 是促進人群的精神健康很重要的 所以 為了促進人群的這個健康 把這個疾病 避免把疾病做單一的簡化和物理化 而且能夠保障每一個人 就醫的這個影子 就好像說 一個人如果他有糖尿病 或是腳 複折了 他不會覺得說 我好怕別人知道我複折這件事情 好怕別人知道 他不會受到這樣子的一個 特別的對待 那他也願意去求助 因為他有信心 會得到去幫助解決自己的療痛 那 那在一個理想狀態的時候 有一陣子 應該也是用什麼方式去添對的 我簡單回應一下 事實上確實 北歐文來看的話 他自殺率高 但是我們如果再去看統計 非常有趣的 OECD國家裡面 自殺率最低的幾個國家 都是所謂的社會不均度最高 包括什麼 墨西哥 墨西哥的自殺率非常低 可是如果我們用總體的角度去看的話 我們會發現自殺率某程度 就融線上自殺率會跟凶殺率成反應 也就是說 剛墨西哥我們看到 他雖然自殺率 但是他因為疫苗或凶殺狀要使用的 已經非常非常高 所以總體來看 如果有一個更寬廣的事業 比如說健康的一個角度來講 那我們會認為 基本上生活在北 或者生活在跟墨西哥這種地區來比較的話 在這兩個地區生活的人 他本身對於 所謂自己的成就或是快樂的人 會非常激烈的 至少 相對來講 我覺得北歐的人 從某程度 他對於這種所謂的自殺的恐懼 會有利益的生活 那再以我們剛剛講的經濟的狀況來講 他也比較不用去擔憂 因為經濟影響而導致 他可能一定會不會讓他放鬆 所以事實上健康 我們也許可以把從心理的角度 再去看的話 事實上我們還是有不均度 某種程度 不均度會是跟健康 會成為非常大的連帶關係 我們還是這樣子覺得 好 好 我們先用掌聲謝謝兩位 從自殺房子的角度去看的話 我們應該可以得到一個 比較容易得到一個解問 就是說 自殺事件比較少的社會 應該是一個比較虛擇健康的一個社會 那當然因為決定這個因素 事實上有那麼多的社會決定的因素 包括 也許是個人 也許貿易度上 包括說 其他的 社會的因素 那 事實上台灣將來的行動協會 就是 在關注 在關注這樣的一個 有可能影響健康的各項的因素 包括不平等的問題 所以 如果有情況 我們播放一下 接下來還有一些 系列的活動 下一次 下個月的活動 下個月的活動 是在9月11號 是一場叫社會之令論 國家政策如何使你不健康 那 顯然 這兩天 中國天津發生了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個人看到那個畫面都跟我一樣難過 非常非常難過 那 這樣的一個產業的事情 可能它也會影響周遭人的健康 包括說 譬如說 這個事件發生 當然後面的問題會越來越多 那 當然 社會治病 或者國家政策的相關問題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個月 9月11號 那 大家可以在我的網頁上面找到這些資訊 包括11月 11月 12月都有相關的這個活動 那 希望大家 我們就一起來 關心 持續關心這個議題 那 事實上我還是用 我們這個協會的 網頁上面一句口號 來做為結議 事實上 讓 健康平等 我們的責任不在於想像 不在於行動 包括說 對於制度的建立 包括對於很多的 很多的一個 支出的介入等等 我要小小的 訪問一下 因為 像剛剛蘇珊講到的就業保險法 就出自於 像我另外一個服務的 單位叫台灣勞共振興的 這個辦公室 1997年 96年 我幾乎每天都在街頭上 因為官場企業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就推動了就業保險法的立法 因為這股法 當然 讓一個勞工 在面對失業這個風險的時候 他不會選擇 這個途徑 他 減少 他選擇這個 可能我們認為不健康的 方向的一個機會 那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制度 有在建立的 包括 我們如何讓整體的社會更加的平等 讓整體的資源 分配更加的公平 那這是我們可以一起來努力的 那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 參與今天的座談 謝謝 好 你們 ���